和美山 中国大陆 四川 和美山 万里寺的五千网纸上 注意听 今天在讲经之前 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学国要解决生老病死的事 万一你今天就要做 要做 有人可能今天要 哎呀 好赶快准备分财产 有人可能会打电话 告诉你的好朋友说 我今天要走了 其实应该呢 假如你有福报的话 是在你的小师 或是上师 或是法师旁边呢 你应该呢 好的再见给你 因为你今天要走 那你应该把心静下来 心念这一段 从第一页到第三页 请你希望呢 作为你每天的功课 能够把它背起来 Paint from one to three They have English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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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页到第三页 是华言经 金中之王 华言经在我们晚课 大乘佛法里面呢 晚课放蒙山诗石的时候 念一首记 若人悦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性 一切尽造 当你虔诚地念一首华言经的寄宋 念三遍 地狱就被裂开 然后呢 透过如佛菩萨的加持力 可以救度幽灵皆众生 同样的 这个就是 你能够念整个普贤行愿品是最好 普贤行愿品有长塔 有祭奏 若能够呢 每一天从耳时 普贤菩萨 普观十方 耳说记曰 所有十方 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以清净生语 以一切遍理尽无语 然后一直念念到结束 最好能够把寄宋对起来 这里已经加上汉语拼音 我也知道古贤行愿品的经文 在东南亚 在新加坡 在巴旦岛都有普通 你可以拿来做每天的功课 若不能你起码念这一段 第一页到第三页 这是按照八十八佛唱诡文里面 揭露出来的 当你一念华严经的时候 华严配上的佛菩萨就会现前 极乐世界的佛菩萨也会现前 既然称为精忠之王 就会忏除你很多的障碍 这时候从第一页念到第三页 假如你念完广深奏 可以念七遍也很好 二十一遍也好 念完了以后 请不要讲话 小朋友要讲话 请带到外面去 好不好 这样会影响别人的音机 很重要我这一段讲的就是 你这一遍只要解了 要生老病死的问题 专心听 所以你就念往生奏 你可以念七遍 十四遍或二十一遍 最少念七遍 我们共修是因为节省时间念三遍 当你念往生奏的时候 他叫做拔一切业障根本 得生净土陀罗尼 就是你所有的业障 像树一样可以把它拔除 所以可以建议你 若你真的要想去极乐世界的人 修大树陀法 你应该发心 一天念一百零八遍的往生神咒 念十万遍 不止十万遍太少 要念三十万遍 佛经理解三十万遍 最好能够念一百万遍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忏足障碍 你现在不休 等到灵命中要 人家帮你祝念 那很难的 注意听 祝念有它的功德 祝念是帮助你提起正念 如果你平常不念 等到人家来正念 结果人家帮你念的时候 就昏迷了 所以这样念完以后 你就开始专心念阿弥陀佛 你也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你也可以念六次大明咒 不用担心 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佛菩萨不会接错你 也不会送错你 因为他无我 他有神通 他可以看到你过去现在的愿力 要送你去哪里 所以这时候你就坐着 等着极乐世界会现起 当你很虔诚的念阿弥陀佛 的话 念观世音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就现起 假如你念 欧玛丽对面后的人 你会看到西方三圣现前 四壁观音会在前面接迷 假如你是念 地藏菩萨的人也可以 那念完地藏菩萨一段呢 一百五八身以后 要敢念阿弥陀佛 然后求生极乐世界 假如你念连诗咒 也可以 连诗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那一样的 你就可以看到西方三圣现前 莲花宣大师在前面接迷 然后你畅畅之间 我告诉你 定版就现出了黄金为地 极乐世界就在你面前 那就恭喜你 阿弥陀佛会放光加持 所以换句话说 极乐世界在哪里 就在你的心要现前 极乐世界不是在很远很远 有人说 哎呀 极乐世界那么远 我怎么去呢 不用担心 阿弥陀佛会有四十八大月 他会到面前来接迷你的 西方三圣都会现前 这一刹那之间 你看到的地板 就会一刹那之间 就变成黄金为地 昼夜万佛罗花 别人可能看不到 但是你要往生的人 你会看得到 这时候往生并不可怕 就像你夏天很热 把冬天的衣服外套脱下来 一刹那之间 你踏上的灵花 就恭喜你往生极乐世界了 所以往生的时候 他是清清楚楚而去 他不是说 先昏迷一下 阿弥陀佛再拉回来 然后再去 没有 所以往生的人 听好 往生极乐境主的人 他不用经过中阴身 他没有中阴身 因为他神识是清清楚楚的 他只是四大分离 业力尽冷 就好像你脱一件衣服一样 一刹那之间 你就往生极乐世界 那时候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会放光加持你说 善哉善哉 善男子善女人 你终于无量节 集了善根福的姻缘了 Welcome to Amitabha Pure Land 他不一定讲英文 可能讲印度的西亚文 可能讲你知道的语言 所以我就要恭喜你 你就真正有佛陀佛了 所以极乐境主是非常殊胜 听好我这次虽然介绍 是大乘菩萨道 我个人学南传 北传藏传 我们商业经社 全部的人 不管学大乘 学命教 都是以求生极乐世界目标 所以我也希望 慈慧经验的联友 发愿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为目标 在净土圣贤路跟西方合论里面有说 发愿往生去的人 将来要接后面的联友 这是真的 很多人一起发愿 在庐山东里念佛堂的人 就发愿说 先去的时候 将来要跟阿弥陀佛来 一起来接应你 所以当你 假如你先去了这些世界 请你不要忘记 回来你可以脱梦 然后给他信心鼓励 梦虽然是虚妄的 但是透过你的愿心 可以给你的家人鼓励 同时你看 回来到了极乐世界 你是大菩萨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都看到 你看到了你的朋友太混了 稍微放光加持他一下 甚至可以半夜 稍微打一下屁股 太混了 要精进一点 轮回是很苦的 所以应该发愿 先去的人要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应 当时庐山东里念佛堂 有123位善知识 有两位君士 他就先比 慧远大师往生极乐世界 后来当慧远大师 他要往生进谷的时候 那两位弟子真的是跪着合掌 还说 师父我们等你很久了 我们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应你 一探那之间他就往生了 所以各位加油吧 不要去真世间的东西 若你能够修到这一生 真正以菩提心 求生极乐世界 将来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要担心度不良的 假如你能够今生 能够修到生死自在 那就恭喜你 生生世世在这里的模样 你终于没有怀受辛苦 而你真正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我想极乐世界的文化应该是蛮大的文化 好 这是第一段很重要的地方 请大家翻开三十一页 今天看 丙三 请看几首 昨天讲要修平等心 要练习 我每一天都会讲一两很重要的重点 希望你真的用心去做 这个才是大寸菩萨到功德力的地方 有些人很怕鬼 其实鬼有什么好怕 其实鬼更怕人 为什么呢 人里面有了酒鬼 色鬼 小气鬼 吝啬鬼 吝啬鬼 什么鬼都有的 其实鬼只是六道众生之一 同样的假如你家里碰到有幽冥界众生 干扰的话 你就在家里念欺骗大悲行众 或念刚才的普贤西面 你要生慈悲心 所以昨天讲修平等心 不但是对有缘的人 没有恶缘的 有恶缘的人或无缘的人 遇到六道众生 又敏见众生 你也要用平等心去对他 你用平等心去对他 他不会伤害你 因为你生起了慈悲心 他反而会很攻击你 哎呀 你是很不了不起的佛弟子 那有些人碰到鬼以后呢 当然一定是有跟他有缘 有恶缘也有善缘 对不对 但是假如有些人呢 你跟他有缘的话 假如你可以跟他沟通 怎么沟通呢 你心动怎么念沟 他就知道 就好像呢 他现在考虑里面有讲 心灵对话 他就会有缘 那你可以问他说 How can I help you? 我怎么样如何帮助你 他会跟你讲 我需要你帮忙 所以鬼来找你 不一定是坏事 除非你跟他有恶缘 你要渊渊相报 或是两叶紧除彼此的恶缘 同时你要想 我如何来帮助你 一般来讲 帮他诵经念佛做功德 解决他的恶业 他就会离开 所以修平等心 今天要加一个 对六道的幽灵界众生 我是度过幽灵界众生的 但是我不会在公开场所讲 请看第三首 七声尽处 昨天说 首先你要了解 得了人生很难得 接下来要帮助你心人 对家人的贪爱 接下来第三步 禀三 七声尽处 请看祭寿 契恶尽够过见解 无善万物善至真 心臣与法定见 故依尽处佛子行 看下面的解释 三十一页的第二十六 他说 倘如七声在幽静的地方 幽疾的地方 由于那是抛弃了邪恶的地方 因此烦恼就会慢慢慢慢慢慢 渐渐的减弱 假如你七声在幽静的地方 急是急静的意思 心很宁静的近处 由于没有了散乱 你的心善行你就慢慢慢慢自然会挣扎 所以可见看幻灯片 让你宁静的地方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烦恼会减弱 一般人我们烦恼都很多 比如说你喜欢去shopping 现在大家过年都喜欢买shopping 很好 shopping 买东西 那看你的东西 买该用的又当用 当神还要神 可是你若是每一天 shopping shopping more shopping 那我告诉你 你的卡通不烧爆的时候呢 你呀自己就会发火了 你的太太或家人也会发火 为什么 你怎么把一个月的钱都那么用光了呢 你看烦恼它就会吃 其实你要想一想 我们人啊想要的东西很多 真正需要的东西实在是不太多的 所以人要远离一些诱惑的地方 偶尔你放松自己可以 可是你要让你的心能够宁静 所以五欲赤胜的地方 烦恼就会很强 那现在告诉你 身七心静畜 就是在宁静的地方 会让你有心定向 举个例子 假如你今天看到一个皮包 我真的很想买一把心币啊 我真的很想啊 我都没有对自己好啊 我真的很想买 你回去打坐一下 想一想 我皮包里有两个 而不是 柜子里有两个 厨子里有三个 然后呢 我们眼前还有一块 又有个包包 其实我不买 可以吗 你经过这样宁静的下来 想一想 快发学 其实你就会控制自己的心 就不会贪得无厌 你的称心也会慢慢慢慢慢慢的降低 所以在宁静的地方 善行它慢慢就会增长 这是很重要的 我先讲记忖 接下来讲 再看 由于静能成心 把这四个字画起来 环境好的话 会让你的心静下来 就像你进入火堂 看到庄严的火象 你的心就会静下来 所以 心是 你也慢慢慢慢的 就像心静如止水一样 假如你的心 一直像水一样 一直搅 搅久了它就会很混乱 假如你的心 不要让它去搅动 让它心静如止水 久而久之肮脏的东西 它就会沉定下去 所以 心静下来是很重要的 所以六度波罗蜜里面 为什么要修 禅令波罗蜜 接下来讲 由于心是它很紧静 你对于佛华讲的反啊 就会很容易 深取正确的认识 而不会理解错误 这就是为什么 讲经之前 我要带大家奉修 要把你的心静下 否则你的心很乱的话 你是听不懂 师父在讲什么的 所以可见 住息在以上 安静跟宁静的地方 这一点是佛子行 应该要学习的 第三个方向 现在有个问题 大家都住在故事里 每天都要开车 那怎么办 接下来看 阿兰若住 这是印度太祈渡仁波切智慧里的道场 你看西藏人会挂很多很多的五色旗 可以度幽民界众生 所以你想想看 你走在很宁静的很大的寺庙里面 你的心就很宁静 可是平常若住在都市里面 左邻右舍 又是卡拉OK 又是放电视 又放音乐 你就觉得很吵 你就会心很烦 所以环境是会影响凡夫的心的 当然假如你是圣人 你修到呢 在都市跟在郊外 你的心都很静 那就恭喜你 你的功夫比较好 可是对初学的人呢 还是要常常去清净的环境 第二个 在阿兰若处 在南朝佛教阿兰经里讲 圣地只要住在阿兰若处 就是清净处 而且最好有佛像或佛塔 那你就可以去惊喜 请问各位 你在shopping mall 每天也是walking around 你在佛塔 walking around 那是stupa 但是你在白货公司 每天这样逛 逛的朋友 哎呀水好酸哦 对不对 吃个冰淇淋吧 人家拿给你冰淇淋 你还嫌这个口味都不好吃 你看 就算给你吹冷气 吃冰淇淋 你还是会生烦恼的 要是你在shopping mall 你还是不快乐的 可是假如你去绕塔 它虽然没有冷气 但是有大自然的五百万吨的冷气 对不对 你的心是很宁静 所以凡夫呢 应该常常清净阿兰若清净的寺庙 传统上在中国大陆的丛林啊 寺庙都是风水很好的地方 而且会建设的非常好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各位有机会到新加坡双林寺 它就是按照闽南丛林建筑 住在里面是很有福报的 我去那边讲经法华经七天 所以我福报只有七天 我第八天就要摸号 对不对 因为我不是那边在入众啊 不能永远住在里面 可是住在里面呢 真的很有福报 为什么呢 每天的心都很宁静 我早上都会去绕塔 去惊喜 对不对 所以圣地子 福地子应该呢 常常选择 不要每天只是去卡拉OK 然后去night club 然后呢 去逛百货公司 哦 逛一下可以 不要逛太多哦 接下来 请看 所以清净心很重要 请看幻灯片 这一段我要补充的讲义里面没有 怎么说呢 也以下是我个人的建议 要给你四个建议 怎么修你的清净心 所谓亲身净处 并不是叫你放弃你的家 现在的在家居是很忙 出家中也很忙 在家出家都很忙 这是全世界的事实 你不要去抱怨 但是你要创造自己的空间跟环境 比方说第一个建议 每日早上有独存的时间 三分钟呢可以沉思 你也可以听一天音乐 佛教的佛号也可以世间的音乐 或好好静下来看书 不要每天啊你的心都往外跑 骑我拖车 对不对 然后呢每天的心你都在到面跑 那很累 就好像每一天 为什么我们现在工作要七天 要工作呢五天或六天 要休息一天 可是我发觉 现在很多人休息一天呢 还是很无聊 抱住往外跑 出去呢全部开车 银屋上啪啪啪 对不对 家人呢就开始吵架 去 picnic 去演唱 银屋呢吵着出去 吵着回来 你看你整天都很累 其实啊你的心从来没有休息过 所以我建议你应该 那这个独处的时间怎么来呢 走一点起床啊 乘坐 但尤其是做妈妈的 或是做太太的工作 师父我都很忙的 其实你不要骗我 你有时间的 你要总的创造时间 比如你小朋友十点睡觉 睡觉完以后 你就可以好好做自己的功课 或是小朋友睡觉 你陪他睡觉 对不对 他六点起来 你可以五点就起来啊 起来做什么 静坐做你的功课 所以 时间是可以自己创造 第二 空间也是可以自己创造 大家都在这房间里睡觉 你可以到客庭里静坐 你可以到呢 外面呢 假如没有下人 树底下也可以静坐 只是你想不想做而已 每天 第二 每一天应该要有给自己静坐 或修持的时间 那看个人 至少要三十分钟 或一小时的精进修持 在家居是很忙 不要教你呢 吃完饭 洗个澡 你要想想看 你晚上多少还有两三个小时 当然你可以陪家 不然你做什么 看电视 一直按一直按 看到他睡着了 你说是这样吗 对不对 你睡着了呢 就像个尸体一样被人家扛走了呢 还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洗完澡吃完饭静坐一下 那一天的体力它就会恢复 起码诵诵经便念佛 所以可以在呢 假如很累 在诵经之前 在诵经之前 静坐十分钟 数习惯 注意你的呼吸 从一数到十 十数到一 详细请你上商业经济的网站 我有讲 禅观的课程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 因为我要讲东西太多了 讲不完 所以你要把心静下来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疲倦 像你知道吗 我每天要见课 我要做PowerPoint 我很累的时候 我就是静坐 静坐完我就念佛 我精神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繁复的心啊 就像脱疆的灭嘛 每天要录一部很多事 一大早起来 哎呀 小朋友又吵了 太太要钱了 我要去上班了 待会老板又骂我了 同事呢 又笑我了 然后呢 又遇到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天的心啊 其实都耗掉了很多能量 所以你要照顾你的心 每天静坐一下 假如你回到家里有一个小时 那我给你建议 注意听 半个小时听经 听我的入菩萨行论 听经有法行 听经的时候 哪里都可以听 但不要躺着听经 听经呢 躺着听的话 将来你会变大猛者 对不对 这是我经理国报 你要坐着 你可以靠在床上 没有关系 但不可以躺着 躺着这样都变卧驳了 对不对 这是不恭敬的 你在哪里都可以听经 而且现在呢 大家都有MP3 Walkman很方便的 对不对 你听经听半个小时 剩下半个小时 读经 看你要读虎仙行愿品 金刚经 虎门品都好 对不对 功课不要定太多 有些人心很急 赶快哦 我要把它做 其实你啊 功课做完了 可是你根本没有清净心的效果 了解吗 慢慢念 还有在念的时候 把手机关起来 没有那么急的 知道吗 除非你家人往生 对不对 而且你念经的时候 阿弥陀佛不会来打电话 Holo 你有没有在用功啊 很多人有很急啊 念一念经 哎呀我赶快去接手机 待会再接嘛 对不对 你成佛都没那么精进 为什么那么急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静坐 一天有一小时功课 一天这样慢慢做 你说做一个星期以后 或一个月以后 慢慢你的心啊 就会比较清净了 会发现呢 心脾气比较好 比较有耐性 不会动不动就怕脾气 这个就是佛法 他清净心的功德 所以请看幻灯片 意经济 我们佛教里面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我们污泥就象征着五座二世 在家出家都很忙 你若心不真正精进的话 你走到哪里啊 你都很苦 你躲到山里面啊 你还是觉得很不了 可是你若心真正有法 走到三千大千世界哪里 你都很开心的 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家里的树像 他每天呢 心都是在禅静当中 心是很清静的 所以六度波罗密里 每一度都很重要 在禅定波罗密里重要 所以接下来看第三个 每一个星期要给自己一次到大自然 放松一下 享受生命的宁静与喜悦 完全放松自己 这很重要 接下来第四个 每个星期要给自己到佛堂里 我寺庙里清净善知事或灵友 提升自己的精神生命 所以为什么每个寺庙里面都会有共修 就是告诉你 灵友啊 每天你都在龙谷里面滚滚浮沉 忙忙忙忙忙 你一天呢 你又不来学习佛法 我告诉你 三天就不见了 最后呢 三个月以后就不见了 我的学生就亲自的在我们商业精神分享 就是说 有些人呢 一个月呢 不来 他就觉得心就很乱 对不对 他来上一次佛法课就非常的欢喜 刚开始苦老师不苦口苦心劝他 对不对 那有些灵友就很有善根 像我现在在这边讲经 他们每个礼拜还是共修的 还是上课的 我有老师教他们 我有老师呢 叫他们上课 研讨 共修 他们还做网站 做班餐 他们法使充满 那有些灵友什么 吃不饱 他也饱 对 猫不在的时候老鼠会做怪 你不能跑啊 那怎么办 那只好师父跑他就跑 那我只好眼睁睁地看他继续融灰 师父在跟不在啊 你都要有心病下来 学佛不是做给人家看的 所以你应该参加共修佛学讲座 还有佛法圆讨和心得交流 大家都知道学佛的人会比较真诚 不然外面的工作的人呢 常常都是假假的 对不对 都是跟你做生意 就是占你的便宜啊 然后有时候你甚至发觉 你讲错话的话 他会得罪别人 所以能够想想看一生 除了有自己的爸爸妈妈 还有你能够呢 有清静的法圆 遇到好的善知识或师父 或是呢 兄弟姐妹 你的脸友 通通像兄弟姐妹一样 不是为了目的来关心你 那不是你全世界最有的福报吗 但是这个要平常要广结善缘 你平常不跟人家调善你 有些脸友当中他就很有善缘 主动会关心别人 所以当他生病的时候 很多人会关心他 很多脸友都会说 好奇怪 怎么没人关心我 因为你平常来都不关心别人 了解吗 所以脸友是很重要的 看回第三个 看一下 享受生命的喜悦 你看外国人 他们就会真正去放假 一天当中 你知道外国人七天 对不对 有五天工作 第六天会做什么 全家出去交流 然后呢 他为什么要两天 因为外国人住的地方 离shopping mall都很远 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打扫 买菜 买食物 所以平常 礼拜一到礼拜五 外国人都不喜欢你去他家 为什么呢 这里丢袜子 那里丢衣服 他不希望你 但周六跟周末 他会邀请很多的朋友 来开party 所以party是什么 朋友跟朋友之间 交流生命的喜悦 也可以到外面去参观 国务馆 也可以到郊外 所以讲到这里 Welcome to Taiwan 欢迎你们有空也来台湾 台湾有很多佛教的圣地 也值得参观 当然你必须要有福报 要有假期 冠状片现在放的是台湾山 阿里山之旅 我们现在阿里山 花季开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相信印度尼西亚 有很多很多的好的圣地 所以你放假的时候 全家人应该好好地出去 善善行 对不对 我们家人一天就像旅馆一样 早上出去工作 晚上匆匆忙忙回来 你家人都睡觉 其实你很少真正地去光阀你的家人 对不对 所以去参加清静的佛堂 这是非常非常地重要的 好 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参考 这里讲七声进驻 就是说 注意听 我觉得华人做什么事情都太拼命了 我举一个故事 我曾经有朋友送email给我 他说 美国纽约仅仅有两个人 一个是外国人 American 一个是华人 他们两个是非常好朋友 结果呢 两个同一家公司 拼命地做生意 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 有买一种好房子 可是价值观不一样 这个美国人呢 他白天呢 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非常认真的工作 礼拜六礼拜天 出去运斗 跑步 做一些健康的运斗 但是真正王全 出去放松自己 可是这个华人呢 他呢 礼拜一呢 到礼拜五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他丢自己的家 真正放假的时候呢 他也不愿意 他在加班 可是全部的人呢 都出去了 可是他自己也在加班 结果他任意继业的熬夜工作 他真的很认真 可是心疯得太紧了 结果因为长期的熬夜 他很干不太好 结果有一天呢 那个美国人就跟他讲 我想要买一栋房子 就在我们公司的旁边 我三年以后呢 我想买房子 结果他就很努力的 三年存钱出去 真的就赚钱了 然后就分期付款 买了一栋房子 那当然呢 三年以后 他就买房子 就要分期付款 可是他还是很认真的 认真的工作的时候 认真工作 要放假的时候 他就好好的放松自己 让自己更轻松 可是这个华人呢 也是认真的工作 他认真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 比较没有钱 结果他就认真工作 十年以后 终于也跟他买到 同一栋房子 同一个社区 他非常非常高兴 他想 终于我们俩 做了邻居握握手 搬进去第二天 刚才哪里就死掉了 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情发 就是你的心不要绷得太紧 看这里 心就像面珠一样 这样绷 绷得太紧的话 会是断掉的 但是呢 心也不可以放得太松 我觉得在座的很理由 来学校的时候 心都放太松了 不太静静 可是在工作的时候 你绷得太紧了 你要调试你的心 就像一个太太 假如你照顾孩子 照顾得很辛苦 你突然说 老婆 我真的很累 你看一下小孩的话 我出去多多圈 去跟我朋友 Have a cup of coffee 可以啊 你就像他走一走 你不要呢 不讲话 然后呢 先生回来 大人更小眼 你更小眼 我很辛苦 你也很辛苦 一吵架 然后呢 娃娃就一直哭啊 不需要这样嘛 你真正觉得累的时候 就应该讲出来 华人在这方面 是比较差的 Friendly speak out 友善的要讲出来 不要觉得我这辈子 命很苦 很苦 很苦 到最后 蹦 就像火山爆了 然后就到老子上了 那时候你师父要救你了 都来不及了 天理下 没有走这么难的 世间的东西都可以解决的 但是你要放轻你的松 放轻松你的心 所以我们学佛讲 为什么从第一手祭送到第九手要讲 要有基础 你就是必须要懂得放下世间的东西 哪个是真正要努力的 哪一个是要放松的 你的心要像念珠一样 能够能松也能紧 接下来再看 第四 三十一页 第三十二行 酒瓣亲友 还别离 情聚之财 中均气 适合上瑜伸宅去 故省现世佛子行 重点要告诉你要舍离 现上你所拥有一切外在的物质 他说请看经文 长期相伴香水的卷子 或是你最好的朋友 最后都会阴阳而分离 各个都会分离的 到那个时候 就算你平常凭着血汗钱 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财富 一死的时候 钱也带不走 所以有钱是有福报 但是你要有智慧 才知道去用它 但是当灵命中的时候 你这些财富 你做不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一般华人的世界里 你还没断气的时候 你就发现不好的子孙就开始在炒 分财产 阿嬷那条念珠 善恋是我要的 因为龙三国 那个传记 几颗拉的我要 其实人的事实是很残忍的 你想想看 当你有财富的时候 家人对你很好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家人也就不理你 对不对 所以虽然你占了很多财富 但是你也不得已呢 不能可恋 也不得已 也不恋恋的 舍不得的 丢在身后 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走 所以事实上 我告诉你事实的真相 你来的时候是光溜溜的 走的时候也是光溜溜的 你想想看 当你妈妈生里来的时候 哇 恭喜你了 生一个宝宝 男生跟女生 你来的时候不是光溜溜的吗 对不对 你什么都没有带来 带你过去的业余跟烦恼和善恨 走的时候呢 当你今生又带什么呢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越来越老 我虽然四十岁 我已经观想到我八十岁的时候 怎么办 坐在房间里 我的佛堂盆上面 全部都挂满我全世界的照片 然后拿一个念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心里有蛮喜的吧 我这辈子呢 到了全世界十八个国家 我去认识了很多人 也对佛教做的有因应的一些事 我也去了很多圣地啊 我觉得我这辈子很欢喜 我并没有怀大人生一遭 就算阿弥陀佛跟我讲 下个月他要接我走的话 我立刻就走了 为什么 换个身体再来 我是个大菩萨 可以度更多的众生 现在的众生是很难度的 你跟他要拔河一样 你不要被他度走了就不错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但是我还是有个慈悲心 永远呢 不疲不厌地去劝别人鼓励他 但有缘人他就听过我的话 他会愿意修 没有缘的人呢 静一听那你走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善缘要珍惜 你要常常珍惜 注意听 常常人与人相处 要珍惜 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你说 奇怪 是不是这听起来很深喔 怎么会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你会很欢喜 哎呀我今天看到你很高兴 时间这么大 今天为什么一起去交友 一起去共修 一起去朝圣 会很欢喜 那下一次会不会念念 不一定啊 我可以告诉你 1998年我在英国念书 我跟我两个朋友去IG旅行 那时候真的是去度假 可是我现在呢 就没办法再去埃及了 No time no money 没有时间啦 对不对 我全世界 我红法已经排到2008年的年龄了 我想去我也没办法去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当时因为没有数位照相机 不然我可以放埃及的照片给大家看 对不对 所以全世界去朝圣 佛陀的圣地 你也应该很欢喜 我想一想我也很有福报 我去了 两次去了古台山 两次去了菩提家里 两次去了灵旧山 对不对 我去了印度 去了很多次 离过了满院大佛陶 我去了六次 我每一次去的时候我想 哎呀我下一次呢 不一定还会过来 会不会来呢 会不会来呢 要看你法院 所以你要想第一次 你会感谢 你会很欢喜 第二个 你要观想 这也是最后一次 你就会很感恩 所以你会感恩你的爸爸妈妈 你也会感恩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你会感恩你的家人 你会感恩师父 也会感恩年友 为什么呢 下面经文说 请看 当大县到来的时候 当我们的无常到来的时候 我们新世的这位一个过客啊 漂泊在生死充充的过客 其实人间就是像来来旅馆一样 你到全世界去旅行啊 其实就像过客一样 最后这个身体 只是借你用的轿车一样 那这个身体呢 像轿车一样 也是要无情的抛开 所以很多人走的时候 因为他平常没有学习魔法 所以他的执着很深 放不下太太 放不下子女 放不下财产 那要去的哪里呢 又是黑黑暗暗的 所以他就很痛苦 所以你命中的时候 若不学习佛法的话 那是很痛苦的 由此可见 他说 假如我们一味的贪着今生 暂时的快乐 而毫无意义的 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我们要觉醒 我们要舍离现在的所有人有一切 注意 现在舍离现在的所有一切 不是叫你带个车子就卖掉 不是这个意思 你使用它 但是你不执着它 怎么说呢 假如你使用它 你看一个车子 你可以很自私的自己每天去玩 但是你车子 你也可以发心去载朋友 你也可以车子去发心载师傅 带莲友 那你的车子就做了很多功能 假如你常常种这个善音的话 注意 用车子来帮助莲友和众生 弘压佛法利益众生 成佛的时候 你做的莲花 三千大千世界的速度会跑最快 这是真的 因为你用交通工具帮助别人 对不对 那有些人呢 车子会跑得很慢 那大概他是骑马或骑螺 对不对 那假如用飞机去帮助别人 像现在朝圣团 不要打飞机啊 它也是有功能 所以心舍于现实是说 你可以使用这些物质 但是心中不要留恋 为什么心中不要留恋呢 当你的最心爱的车 若不小心被一家刮坏了 或是被它弄坏的时候 你就不会称心去诅咒别人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佛子行 应该要学习的 好 请看第三十二页 丙武抛弃恶友 请看经文 半笔若使三毒针 且损文思实修事 令善慈悲思恶友 断然弃之否此行 请看指示 假如你交的朋友是坏朋友 你要把他远离 他说 假如和某一个人 常常在一起 我们人都需要朋友 我们中国话说 在家靠父母 出外交朋友 靠朋友 可是我觉得 你要有智慧是选择 什么是好朋友 什么是坏朋友 这一段是讲这个 他说 智慧功德的这个恶缘 关于这一点 否则们应该特别的注意 这一段里面就会讲 什么是好朋友 什么是坏朋友 我曾经现在问你的亲人 什么是你好朋友 哎哟 他陪着我一起就是好朋友咯 那我就想问他 但他陪你去做坏事也是好朋友吗 对呀 反正他就陪我咯 哇 那我就说 这样的危险 他要陪你一起去偷东西的话 那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呢 我就不讲话了 有些现在的朋友啊 现在呢 是年轻人 young generation 常常都这样 freedom freedom 常常都需要自由 对不对 可是爸爸妈妈妈 你要教他 在这个社会上 要怎么去选择好朋友 好朋友跟坏朋友 很难选择 为什么呢 假如跟你呢 名利啊 酒肉朋友啊 那个都是不好的朋友 对不对 有些呢 我听说某一个国家 考试竞争很多 同学跟同学之间说 嘿 我们不要念书了 我们一起去玩了 结果回去了 那偷偷命 那搞第一 我听到有很难过 好跟坏的是这样比出来的 甚至呢 有些人会问你 哎呀对不起 你的孩子 到哪里去补习啊 功课怎么这么好 没有啊 他们没有补习啊 假假的 我们告诉人 其实这个心都不不好 挺好 我教主不要这样 你的心很重要 你可以不告诉别人 但不要欺骗别人 所以年轻人在一起 什么是好朋友 你要想清楚 对你的品德跟做人是好的 才是好朋友 所以爸爸妈妈 不要真的拼命只是赚钱 你要花时间去关怀你的孩子 他今天是跟什么朋友在一起 你可以利用他 比如说你的孩子 Happy birthday 邀请他所有的朋友 都到家里来开body 没有关系 让他们吃得很快乐 跟他菩萨道 跟他们解善女 但是你要观察 哪些是好朋友 哪些是坏朋友 你要教你的孩子去怎么分辨 同样的 佛门里面 也师父 也要教怜友 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正法 否则呢 你呢 如果交上坏朋友的话 那会让你一生呢 都不好的 同样的 假如丧失了慈悲跟功德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是恶有的 有些朋友是这样 平常跟他非常非常好 等到你要去共修 哎呀 你这么无聊 不要去共修了 走到我们去night club 然后呢 很多人呢 你又想要去又不想去 接下来呢 旁边两三人就 哎呀你那么肿啊 你没有用嘛 对不对 走吧你不是要度众生吗 我去度度看啊 结果一度呢 就被女神度走了 像这样的话 都是恶有的 你度众生是很重要的 听好 度众生要有这个怨心 但是你要问你自己没有功德 你有没有能力 所以 那有人就会说 哎呀师父 这样我就失掉很多世间的朋友 许方说 你还没有吃素 你一吃素以后 有些朋友吃海鲜的啦 或是吃酒肉的朋友 就不喜欢了 没有关系 就好像楼梯一样 有五层楼 你失去了第一层的朋友 往上爬吗 你还有第三层 第四层 更好的佛教徒的朋友啊 所以 你不要担心是没有朋友的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要自会去选择朋友哦 第六 请看下面 丙六 三十二页 第二十五行 要清静善知识 请看经文 若一知若令过渐净 功德更有初悦增 于此善事当爱众 由胜己身佛子行 好 请看下面的解释 他说 假如和某一个人 相依相靠 不但会使我们的过错 渐渐的消失 还会让我们界定慧的功德 像上学的月亮 慢慢慢慢慢慢的增长 这是好的善用 这里的善事包含两类 一个是善知识 第二个是同餐到女后 请翻开到三十三页 对于具有这样特质的善妙知识 我们应该把他或他们 看得比自己的身体还要重要 有关这一点是佛子前应该实践的 所以佛教徒应该常常清静好善友 当然善友怎么分别也要有智慧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到香 库里面去买香 你站在那边跟老板讲一讲 就出来以后呢 突然间整身都是香气的 假如你去买化妆品 虽然你请小姐帮你夹一夹 试一试 你最后觉得 这个呢 我钱太贵了 不买 但是你从化妆品店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身都很香 用这两个屁育师告诉你 常常清静好的人 就算你还不够好 可是慢慢慢慢慢慢也会变好 所以善知识 其他幻灯片 功德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它会慢慢慢慢慢慢让你增长 所以清静善知识很重要 接下来看佛在世的时候 这家是菩提家也雪千寺的壁画 佛在雪山苦行的时候 他苦行的时候啊 他觉得这个不是忠道 后来呢 他觉得苦行啊 你还是有个执着的话 你没办法开悟 后来呢 佛听到了这个迷连场合上 有一个师父在对话 他师父教徒弟说 修行呢就像弹琴犬一样 弹得太紧 咚 声音很尖 弹得太梭 咚 没有声音 他就问徒弟 什么是最好的音乐呢 就是琴犬要懂得刚刚好 可见呢 这一段对话 给释迦莫里面很大的震撼 可是这两个人也是有善根的 佛听到最后他就觉得 原来我苦行啊 折磨我的身体是没有办法的 苦行不能够让你开悟 但是过意放逼自己的身体也不可以 要中庸之道 所以佛这时候他就觉悟说 我要站起来 我已经苦行了六余 所以我还是没有开悟 这时候他就接受牧羊女的供给他 和牛奶 所以因为他喝了牛奶以后很不幸 这五位 请看万灯天 这五位呢 这个圣弟子就远离了他 因为在印度当时苦行的人 狮子是车 芝麻吃得非常非常少 他就说 释迦莫里佛你放弃你的苦行 你不是个修行人 然后呢 你竟然喝了牛奶 佛陀呢 他自己知道 这五位一定就离开了他 后来佛陀就走到泥连场合洗澡 洗了澡以后 就往菩提加爷的大佛堂 这个菩提树房走 坐下来 然后他就发愿 若不我成佛 我绝对不起这个座 所以他的昼夜精进 夜赌平行的时候 他就开悟了 当他一开悟的时候 身上放出慈悲跟智慧的光芒 这时候呢 他经过大汉天王请一请 就开始讲经说话 讲华严经 当华严经讲完以后 他就开始想 谁跟我最有缘呢 我开始要度他 就是这五个人 请看幻灯片 再看一次 所以这五个人 一看到释迦莫里佛 哎呀 都不一样 全身放金色的光芒 佛陀呢 从来没有放弃过他 这时候五个人啊 对啊 佛陀啊 就感觉非常的清净 说以前我们看不起神 高达玛斯达塔 这个人 现在他已经开悟了 是佛了 所以这五位弟子呢 就升起了 禅慧心 为佛呢 顶礼仪 洗佛的脚 为他铺法座 像这一段的用意是说 你看圣弟子呢 对于真正的佛陀 是非常的恭敬的 所以这也演变说 作为一个弟子 对于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呢 要能够有身恭敬心 于此善知当爱众 你恭敬善知识 真正得到的功德 是你自己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看三十三页 第六行 请二 入佛门归一三法 前面第一宗到第六宗 都是讲世间 这个通于世间法 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也有告诉你 像基督教也有敬修 也有祷告 在这个回教 有一个叫做 对不对 在戒约 所以换句话说 第一宗到第六宗呢 其他的宗教也可以做得到 接下来第七宗开始讲 你作为佛教徒 正式归一三法 就跟世间的人不一样 请看第七宗 至身上戏轮回欲 世间神奇能救谁 故当归一不须知 甚妙三法佛子行 意思是说 请看下面的解释 自己世间 他世间自己 就是世间的神奇 假如尚被信服在轮回的牢狱里面 类似这样的世间神奇 他们到底又真正能救得了谁呢 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我都知道 在巴当道路 在台湾都这样 很多人在没有学佛之前 都是拜什么 大伯公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三太子 这个 观音马宠娘娘 对不对 观音娘娘 其实观音是菩萨 观音不是娘娘 娘娘的话表示她有欲戒 她叫六道无回 世间的这些神奇 乃至于你拜 想要世界人讲 拜五圣关公 或文昭帝君 世间的鬼神 简单的讲有三类 第一个叫做福德鬼 福德鬼 他是心很好的鬼神 像谁呢 这个 城皇爷 就是福德鬼 第二个 就是少才鬼 像什么 土地公 土地母后 第三类 就像在坟墓里面讲的孤魂野鬼 听好佛教徒归一三宝之前 你要想清楚 我为什么要归一佛皇神 我不是说人家要来归一 我就跟着来归一啊 不是 你要想清楚 我这类子在生命茫茫当中 黑暗的灯塔里 要找谁当灯塔 到三宝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菩萨 他是一个究竟己物 成佛的圣者 可是世间啊 像土地公 或是娘娘 或是太子 其实他是心很好 但是他还是有贪真之寒 只是他比较爱 他呢 可能不再三个道 在天上跟人间 他救了很多人 帮助很多人 但是 但是他并没有出人鬼 所以归一三宝里面说 自归一佛 永不归一 外道天佛 你真正归一三宝以后 你是不可以拜外面的这些鬼神的 这句话很难让人家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老实说 台湾很多人东西隆隆摆啊 道教也办 宝贝公也办 娘太子也办 然后呢 观世音菩萨办 西方三圣办 敢正办 等到灵终哪一个拉伯一把 再说吧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挺好 我要跟你讲真话 皈依三宝以后 就不可以皈依外道天佛 否则你虽然嘴巴讲皈依啊 但天龙八波不会顾法 不会顾止你的 为什么 看你还是这样跑来跑去的嘛 每天跑啊 这个神拜 那个鬼拜 这个也拜 那个也拜 那个也拜 你看一贯道也拜 观世音菩萨 道教也拜 观世音菩萨 但是他不是佛教徒 什么叫佛教徒 这个讲 要具有正知正见 皈依三宝佛法身以后 你就不可以皈依外道 你要真的这样做 不然你想想看 举个例子好了 从新加坡 现在我要来巴蛋堂 我要搭飞 港口里面有很多渡船啊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一次要搭三宝船啊 你看你像新闻师我可以分三段啊 头搭A 身体搭B 然后脚搭C吗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我要上船之前 我都要问代我的 到底哪一艘船啊 不要搭错 他去的方向不一样 你搭那一艘船 然后脚踏另外一场 看好 注意 这个船A的船 往东边开 B的船往西边开 懂得有什么 掉到海里去啦 你哪一艘船都没搭到 你要相信 归在三宝以后 佛跟菩萨的力量 一定大过于世间的神奇 因为世间的鬼神 他是继续轮回 他心很好 福报也很大 但是他没办法出轮回 所以在我们出家的戒律 像我们的戒律 我如果看到其他的鬼神的话 我是不可以领领的 我只能合掌 我会说 唯愿鬼神啊 或尊神 希望你也不薄为名 好好念佛 将来 广度众生也能成佛 再长去世 你可以烧香 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心啊 要相信佛法生三宝 你若不这样做的话 我告诉你 你很难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为什么呢 因为天龙八菩 他里面没有你跟往外跑嘛 那你就继续抱吧 好 但是平靠 这一段 并不是否定其他宗教的存在 像我的抱啊 是一贯道 我可以告诉你 他也怕有关心处长 他也念大非究 但他满脑子 贪真识还是很强的 他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众生耶 等一下 就是空的 对不对 我讲他一句呢 他就不高兴 我说你看 爸爸我讲你一句你就不高兴 你的身心那么重 你可以度很多人 可是你的我质还是很强 对不对 他非常的生气 你这个儿子出家来的教训你 他说你修你的道 我修我的佛 看谁先成佛吧 对不对 所以听好 我对其他的宗教并没有否定 但讲这一段有两个用意 一 你皈依三宝 你就心里要真正的皈依 那你就会有个问题 那师父我以前拜的包裁钩 我怎么办 你没有拜 他是不会惩罚你的 因为你现在已经变成佛弟子了 你要拜也可以 但是你心中要有感恩的心 注意听 很多的众生不是一开始 就可以接触众法 有些人可能刚开始是民间宗教 相信天地鬼神 慢慢他可能变成道教徒 观世音菩萨 就一直拜 加点念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反正就一直念 念 因为这样念 他做善事 然后慢慢慢慢来生 他才变成佛教人 所以听好 佛教徒不要去否定其他的宗教 因为其他的宗教有他的价值 但作为一个正性的佛弟子 你要相信你所选择的三宝 是你永恒的归依 有些众生是慢慢学到道教 再来可能修了一贯道 慢慢拜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 我告诉你 没有正知正见 他不是佛教人 那你就会问 师父那他念大悲咒 跟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虽然一贯道里面 他也想拜观音 可是他拜弥勒菩萨 但是他没有正知正见 他不是佛教徒 当然他念观世音菩萨和弥勒菩萨 只是将来呢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呢 你不用担心 弥勒菩萨会对他 但现在他不是正性的佛教徒 当然他也做了很多善事 一贯道在有些国家事情认识合法 像我们台湾也经过多年的努力 因为文物百官里面有很多一贯道 佛也认识到很多一贯道徒 有些一贯道徒非常好 他也做非常多善事 他布施比佛教徒太多 发米发流言 东西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正知正见是没有的 知道吗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所选择的正方是很重要的 但是佛教徒也不要去否定其他的宗教 举一个例子 在这里多说几句 因为这很重要 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佛门呢 你觉得自己弄摆啊 你都记得这么 其实有很多都是民间宗教的信仰 我们常常看西藏佛教很复杂 西藏红白 红白黄花还非教 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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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 很隆 你就觉得哎呀好复杂哦 对不对 其实你看他们很复杂 他看我们台湾也很复杂 台湾最强的不是佛教 台湾最强的是什么 道教跟民间宗教 各位有没有看过台湾 那个王传啊 你知道他花了好几百万耶 你看人真的很疯狂啊 台湾当然基督教跟佛教也很新生 佛教徒也非常多 可是台湾真正很新生的是什么 是民间宗教跟道教 因为中国的文化本来就是儒教跟道教 那你看西藏佛教很复杂 西藏的塔拉玛看我们 哎哟 这个多百哦 大家知道西加坡有司马路关一秒进去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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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关心无双 OK啦 他们也觉得我们不是纯正的佛教 那我问你 假如一个正性的佛教徒 你身份分得付出 分得分得出 佛教跟其他宗教呢 当然可以 比方说 像词汇经验 他供的就是佛跟菩萨 对不对 他就是正性佛堂 那你到台湾你可以看到什么 佛教跟道教一起拜的 那就是佛道混合不清的 还有呢 佛教呢 连连呢 如是道三家就一起拜 还有什么 奇奇怪怪的都拜 那你们在新加坡 在巴弹道也拜四面佛 其实四面佛不是佛啊 他是大凡天王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 为什么这么喜欢拜四面佛 真的叫人家拜关心佛 真的有用吗 我还是拜四面佛 我还是拜四面佛 还有啊 所以众生是很难度的 知道吗 现在来看 因此 看下面经文 因此对于那些 皈依了他 他是指这真正的 真正的三宝 佛菩萨 是正如无我的 他们不会欺骗 所以假如有些宗教 要你发毒誓 还有秘密的故事 可以告诉太太小孩 那绝对不是佛法 我必须这么讲 因为我是法师 我不能骗你 我如果骗你的话 我将来会 如果挖笔地狱 可是啊 人真的很奇怪 真正劝他 他不相信你 骗他一下呢 他就会听 对不对 以前呢 也有很多连友啊 回来试探 哎呀师父你长得好殊胜哦 道教徒啊 他就呢 很喜欢磁场的能量 他还听我讲经 他要讲补仙诗 他会 师父啊 哎呀你修得好好 你举功成将功哦 你旁边都是佛菩萨 我说 不用你讲我也知道